好的朋友们,我们看一下2025年,这个九宫飞行,布置土 第一个方位是东南方,主贵人人言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摆放一些领导人照片 望这个誓言印的一些扁啊,排斧啊,这些都可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正南方位,主偏才 那主偏才的话,鸡宝盆就要放在这个位置 第三个呢,是西南方,主正才 这个方位的话,可以摆放一些这个正才的啊 保险柜啊,养皮修养神兽,都可以摆放在西南方位 主财印的话,都跑到了这个南了 接下来的话,这个喜神,就是桃花感情 在镇东可以摆放这个粉水晶 来望这个桃花印,同时也可以贴一些照片 这个是利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一些不利的情况 不利的情况的话,我们就用红色标注 这个中宫的话是寄门心 寄门心 这个位置的话是病心 伤病,所以在房屋中央的话 你要摆放红地毯来化解这个寄门心的不利 正西位啊,那这个是有利的啊 这个是主事业,主文昌啊 如果你要求光阴,求好阴啊,那可以在这儿挂文昌笔 高中,也可以挂这个文昌心 摆文昌塔在正西方位啊,这个是有利的 今天最凶的方位呢,是五黄心 五黄心呢,是跑到了这个啊,东北方 所以在东北方位要摆放什么,铜葫芦来化解 有条件的啊,可以摆放一些铜器大型的 可以化解五黄心的不利 那破财呢,跑到了正北 破金心,我们用的是五龙钱币啊 龙币加这个财水,来化解这个破金心 西北呢,是是非光飞 所以啊,今年万亿上啊 少往西北方向摆放一些不利的东西 那既然光飞的话 你是不是要用同样的东西来化解这个露传心啊 露传心的话,五行主木 你可以用金来刻 可以摆放啊,这个金属制品 在这儿化解不利